好 哈嘍大家好我是草民牛的XX 今天我們來介紹這個黎蓄流 它整個建船的性能分析 首先我們可以從面板機等看 面板耐久第五位前段班 装填也很高也是我们前段班 最可怕的是他活力是第二名 现阶段面板活力第二名 他仅次于我们的采科研大帝 第二名的活力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行为 再来回避也是前段班第四名 代表他在后排还不错 对空也是在第九位 除了输一些美国的战舰以外 能够爬到第九名 这个对空性能是不错的 再来命中66其实算是偏后段班的角色 再来树立总共有32 树立很高其实对于你在手操的过程中 或是在走鸽子的过程中 不会显得这么笨重 因为法国队本来就蛮提倡是手操的一个阵营 再来运气很低只有19也是后段班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两种属性 一个是命中还有我们的运气 命中不高运气不高 所以他未来的配备最好是以命中的设备 来增加他的一个命中率 因为基础火力他就已经很高了 他需要的是命中 OK 再来我们这边的效率来说 主炮底座预装填 两底座160%效率 跟浪巴尔一样 战舰副炮 三座200% 再来是对空底炮 有100% 这个在同行的浪巴尔 浪巴尔只有70% 所以离须流有底座100%效率 跟一般的战舰是一样的 加上他原本的对空属性 也是在前段班 所以他在后排 面对到空袭的伤害 也会很有效 可以抑制 或者是说可以增加我们对空的一个伤害 好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技能 首先第一个技能就是旗舰效益 他可以提高队伍中的自由渊威 维希阵营的属性角色 其简单来说就是整个法国 他都会吃到这个buff 具体的buff有哪些呢 其实就是一样 两边阵营都会有火力 雷吉装填命中 那取代的是 在自由渊威爱丽丝这边呢 是增伤6% 维希阵营这边是减伤6% 好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皇家这边呢 其实什么buff都会有 那尤其在对空跟违逼这边 是属于防御面 也就是减伤面 那其他这边其实跟我们 这个法国的buff是大同小异的 那崇英这边有长门 长门这边也是火力命中装填 尤其在命中跟装填 提升的幅度会比较高 最可怕是他有直接的航空增伤 这个是在其他这里也是没有的 所以长门对于崇英而言 不仅是在火力的一个表现 而且最重要是在航空增伤这个表现 崇英的buff是属于攻击型的buff 那铁血也有鼻思脉 可是铁血鼻思脉提升的不是属性 而是暴击率 炮击暴击率雷击暴击率 航空暴击率都是以暴击为主的 再来他们也有提供一个航空增伤 不过铁血的航空空母基本的属性不是很强 算是可以补助这个航空增伤 让这个铁血阵营的航母还有那么一丝作用 最主要是他会直接增加我们北宅的伤害 使个整体铁血后排的伤害大幅的增加 这也是算是火力面的一个buff 那法国这边其实有火力也有防御 那皇家这边也是比较平均 有火力还有防御 那具体而言火力到底可以增加多少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在让巴尔 单让巴尔轰炸的一个情况下 可以看出他打出一万五千多的伤害 那如果配上了这个铁血流 他打出一万七千多的伤害 这一来一往比较出来的话 光是在一个炮机火力的增幅就来到了13% 所以你不要想像是13% 这只是单纯一炮的一个伤害 那这边会有装填还有命中的效率 所以具体而言你的DPS会越来越快 那你命中的效率也会越来越高 因为在后面我们要打高难度的敌人的时候 命中率变成是很重要的一个属性 打不到就是0 所以有提升命中属性的这个buff 在后面非常的重要 所以具体而言 离血流对于法国整体的增伤 其实已经超过了15%以上 具体还要看他们每只剑船的属性 如果剑船属性越高 他buff出来的能力差距也会越大 接着看第二个技能 第二个技能就是弹幕技能 开火有75%发射于人弹幕 75%其实很高哦 这个弹幕会有70%造成特殊点燃的效果 点燃效果每次都会增加119的伤害 这个东西呢 其实不只是特殊点燃 它其实也会附加一般的点燃 这个弹幕 它跟我们的华盛顿 跟我们的乔武 打出来的模式很像 跨射 再加上旁边的小子弹 这些跨射 还有小子弹都会造成特殊点燃 然后主炮会造成一般点燃 所以一般点燃跟特殊点燃 是会并存的 再来一旦被打度这个特殊点燃的时候 敌方的火力 雷装航空 都会在掉5% 持续30秒 如果你运气好的话 因为75%其实很容易出发 几乎每轮都可以造成高几率的点燃 对方就会一直持续被你降制 降制打击 这在于debuff上面 虽然说debuff的幅度没有很高 不过至少可以持续 不断持续降制打击 这虽然是一个攻击的属性 攻击的技能 但其实也是一个 附加debuff的一个攻击技能 所以是一鱼两持 接着 自身如果装备高爆弹的主炮的时候 战斗中的主炮效益会提高12% 就是增伤12%的意思 再来每一场战斗 每次进行手动炮击的时候都会暴击 首次哦 这个首次就代表说 你可以前面用自律 那后面转手动的时候就会暴击 你也可以第一开始 预装天的时候就直接手动暴击 所以这个技能很自由 而且你只要使用高爆6弹 它就会增伤 还记得前面我们看过 只要是只有冤尾爱丽丝的时候 它们就会直接增伤6% 这个旗舰效益它自己也会吃得到 所以一来一往 它就吃了6% 再加12%的榴弹增伤 直接是18%的一个增幅 加上它的旗舰效益 之前也讲了 这个浪巴尔直接增伤了13%的一个效益 所以它一个人 整体的增伤 还有整体的旗舰效益 它这支火力面板也都这么高 它一个人打帅上来是非常非常的可怕 而且还有降制打击特殊点燃 这些有的没有的 它非常的OP 好 最后我们来推荐一下它可以用的装备 基本上我会推荐这个大地炮 或是你用410也是可以的 那如果你现在一般想要打这个精英怪的话 其实用一般3804连装也可以拿来打精英怪 因为它的面板预装填效率很高 那如果是一般打道中或是打王的情况下 那我会推荐你使用这个大地炮 射速快可以触发弹幕 它的威力也不小 那对空STHG加命中 SG雷达加命中 白弹加命中 如果是要虐猜的话 你可以把雷达换成黑弹 这样子应该它的装备 就算是最完美的一个形态了 好接着我们来聊一下 这个黎序流可以怎么样组队呢 以黎序流为核心的话 你后面可以配浪巴尔 然后还有大家加 前面这个路易九四 他其实也是法国队一员 后面还有这个阿尔吉良 中间你可以配一个塔尔图 因为塔尔图在寻扬存在的时候 可以增加寻扬的活力对空 那也是因为寻扬存在 也可以增加塔尔图的一些属性 这种组合其实比较偏 像手动属足 因为后面都是手动大炮 要瞄准 瞄准也会有额外的增伤 前排也是重巡的组成 那用手动的话可以减少重巡 他们在主炮射角的不足 还有这些角色呢 在手动会有比较灵活的一个移动 这个是比较偏向手动输出 打王或是竞速的一个组合 好那如果你不想手动的话 那有没有比较简单可以自律的组合呢 那一样我们是用离叙流当主体嘛 那让巴尔输出 其实你可以配个贝亚恩 贝亚恩就是一个空母形态 可以消弹幕或是延迟伤害的一个效果 那前面你可以配上我们的凯旋 还有恶毒 这两只驱逐的火力其实都不凡 中间你可以配一个贞德 贞德好处就是可以保牌 保前面两个写之越低的 其实它可以给予的保护 无敌效果会是比较好的 那贞德后面的应用我在后期还会再讲 主要就是这三个在减排 有坦有输出 而且弹幕还是很华丽 这个组合其实应该是蛮欢乐的 推荐给你 好了以上是今天对于驴叙流的一个特别介绍 那希望能够帮助你更了解这艘船 它有多么的可怕多么的OP 好那我是长天佑 有问题的话下方留言 那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 拜拜